嗨 别提了 仙哥趁起回娘家那时候 村里头三藤叔家里头儿子 考上秀才 让人杀了两头猪 全村人吃大锅菜呢 我这不是惦记着 你猪肝做的味道好 就把猪肝要过来了 谁知道 这猪肝的味道真是重啊 还滋滋冒着血水 吓死个人 一路上我都不敢近身不说吧 那路过的人 看着竹篮上头那血水 都瞪大眼睛瞧来着 害得我这路上 挨个跟人解释 说这竹篮里头放的 是两副猪肝而已 不是什么奇怪东西 提及这个事儿 冯氏是郁闷无比 脸上的表情 因此都有些扭曲了 我去拿个盘过来洗洗 水柳 去馋店草木灰过来 把这给垫一垫 陛下 给你冯伯娘倒杯茶来 四个萝卜头闻言 急忙按着苏木兰说的 忙活了起来 冯伯娘做 冯伯娘喝茶 冯伯娘吃锅吧 你还别说 你这还挺有本事的 几个孩子真听你的话呀 我倒是明白 为啥你家日子 能过得比现前好一些了 为啥 家和万事兴 我爹娘总是说 说家里头的人一条心了 这日子过得就好 要是你想着这个 他想着那个 这日子肯定越过越差 说来说去 我还是觉得你有本事 把这四个孩子哄得 这么听你话 嗨 孩子而已 你对他们好 他们自然也就对你好了 苏木兰说话的功夫 把墨盆里头的水 倒到外面去了 接连又洗上了两三遍 猪肝 再泡在盆里的时候 才不再冒血水了 这猪肝个头不小啊 还是两个 冯嫂子 你准备咋个吃呢 那 这俩猪肝啊 你们家留一个 看咋吃 剩下哪个帮我卤一下 上午时候 我准备调凉菜来吃 行 猪肝都给你卤上 干脆直接在我这 给你调上半个 剩下的 你搁到瓦罐里头 外头拿着水冰着 放到晚上也不会坏的 这一桶忙活 再加上配料什么的 也算是不沾冯氏的便宜了 成 就按你说的来 冯氏硬了下来 苏木兰便去忙活了起来 清洗 切片 洗涮 下锅 等餐烫熟了之后 便捞出来控一控水分 配上葱丝 碾碎什么的凉拌 切片卤得更嫩 吃着也不发干 剩下的那一个 我给你放了一点卤汤进去 晚上吃也不会干的 不过 你得千万记得 要拿水冰起来的 卤的时候放了盐进去 晚上再凉拌的话 稍稍放一点盐就行了 不用多 要是喜欢吃辣 就炸点辣椒油进去 得嘞 记下了 Milliarden 还是想要行动βα道 这种有水冰起来 我们可以开始 做成为水冰起来 它们的水冰起来 就这么多讲 还高充电汤